歡迎收看瞬間直擊半小時 謝謝各位觀眾 謝謝你們支持 謝謝各位網民 昨天首播之後 網上很熱烈的留言 是 其中一個留言說 你們整個節目都播片 就節省力 其實會不會是身碎身汗呢? 因為我們要做資料搜集 又找專家分析 以及Nicol特意去溪潭 重演急流的那一幕 摘到自己整隻左洞 對 你們都好像有截圖 亦有網民稱讚我們是串嘴版的東雀 說我們這兩個人很搞笑 其實我們哪有搞笑? 我們不知多認真 認真到我去解釋給你們聽 瞬間究竟有多少 佛經又說,東進時期 有個和尚算得出瞬間有多少 就是0.36秒這麼快 對,以下這個事件會否在0.36秒間發生 7月29日凌晨 觀眾屈肯駕駛著車回家 去到元朗錦田公路橫台山消防局附近 突然眼前一閃 而一匹液體飛彈到車頭上 原來是天降飛彈,還中了四隻雞蛋 他回家先檢查 先看看,用水沖走雞蛋液和蛋殼之後 發現種蛋的位置凸凸凸凸凸 因為脫了油 屈生上網看到其他車主都遇過這個情況 早一晚下雨 這輛車就在粉錦公路 被迎頭車丟雞蛋 車主和屈生都報警 交給警方調查 據說屈生的車中中了蛋之後 這輛車竟然一直由錦田 砍到出去元朗 一直沿途頂雞蛋 有其他車的車主已經拍下車的車牌 而且已經報警了 我們先看看屈生的車 其實整個車頭蓋都是蛋殖的,好嗎? 有些位置甚至是脫油 以及破壞了塗層 原來雞蛋的破壞力是可以這麼厲害 你別聽過那句話 雞蛋打人牙教丸,全身軟了 不過大家看完之後 我都很想知道 雞蛋是否有這麼驚人的破壞力 不如請教一下專家 湯博士,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雞蛋有否可能打破車前面的風玻璃 因為雞蛋殼其實很脆 一撞就會破壞 其實沒什麼可能 可以頂爆玻璃這麼厲害 其實營頭車的破壞力 扔東西是否很大呢? 例如打個比喻高空雜物 幾個層樓扔東西下來呢? 你有否問過車主 他當時駛的速度有多快? 大概是四十多公里 如果兩輛營頭車 每一輛四十多公里 其實加起來可能超過八十公里 我們先當它是八十公里 如果是八十公里的話 一輛低檢這樣扔起來 就相當於七、八層樓高 跌下來的速度 雖然雞蛋殼很脆 但是如果雞蛋殼碎了的話 有些碎片 其實這麼高的速度 足以刮花那輛車的表面 令到它有些刮痕 或者油汗會吃下去 這樣 好,謝謝博士 謝謝 這些人真是膽大包天 那麼多鏡頭看著它 都要做些無謂事 去傷害其他人 這段故事不是為了曝光率,對不對? 不過以下這個畫面 可能會引起觀眾不安 敬請留意 在伊朗首都德克蘭 發生一宗嚇人事故 一名市政府女員工 做了一件每天上班、下班都會做的事 但是一個不留神 瞬間慘成亡魂 8月6號 一名市政府女員工正在等電梯 電梯門打開 他跟另一位女同事 因為在聊天,所以沒有進去 電梯門關上 女同事就上前用文件夾伸進門縫 意圖把電梯停下來 但沒想到恐怖意外瞬間發生 電梯門再次打開 女員工沒注意清楚就走進去 誰知道踩空直墮電梯槽 女同事嚇到馬上轉身求救 但墮升的女員工最終不幸身亡 專家說香港也發生過同類電梯事件 不過跟電梯的身舊沒什麼關係 其實電梯門頂是有安全鎖 電梯門尾山 電梯基本上是不能運作 但如果安全鎖構件壞了 就有機會發生剛才畫面 看完電影之後 我學到千萬不要挑選 不行就下一步了 他明明想要放進去幫他一把 結果最後送他一程 我想他還是相當後悔 至於接下來這個瞬間 這個行為有沒有可能變成樂意生悲呢 謝謝 東中接近機場 看到飛機是很合理的 但是飛機飛到和人一尺距離 就有點害怕 觀眾拍片報料 一個踩摩托車的小朋友 看到無人機這麼近自己 就會很開心 原來開機的機師是他哥哥 哥哥背後的女人,即是大人 就有叫小兄弟小心 但是東中的街坊就擔心 他拿著無人機亂飛,害人又害己 O先生,我不許你這樣說 這對小兄弟 是 玩無人機其實沒有年齡限制 世界賽冠軍都是十幾歲的 你千萬不要騙殺他們的創意 何況這次的情況 家長是有陪伴他們一起玩的 我做錯了什麼呢? 你不要斷張才意,麻煩你 我針對那個地方 其實那裡是屋苑 很多人流 如果發生意外,怎麼辦呢? 另外,用你的肉手拳圈圈 麻煩你 你看到小朋友跟無人機的距離 非常近,差不多一尺左右 的確是 差不多就是人機合一 如果炒起來怎麼辦呢? 還有一樣東西,我們先想想 司法地點是東沖 東沖這麼近機場 可以玩到無人機嗎? 有機會有點危險 對,不如這樣,我們請教專家 問清楚一點 是,楊主席,你好 你好…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東沖這麼近機場 到底可不可以玩無人機嗎? 首先,第一 東沖那裡附近 已經是屬於禁飛區 那裡是不能飛無人機的 況且那裡是屋苑的範圍 其實很多人會經過 也不是一個適合飛行的地點 那如果犯了這個條例 究竟是要罰這個小孩 還是罰家長呢? 一般來說,無人機註冊都是家長 那通常我們會看回飛機的擁有人 以及誰是負責操作 那就是說,圖片裡 例如好像家長和小孩 有機會都會受到刑責 即是責無龐大 對,如果真的犯了一例 它是罰多少錢? 以及需要有刑罰嗎? 如果根據小型無人機的令 最高的罰款有機會是十萬元 以及監禁兩年 不過如果這樣粗犯 又或者不太嚴重的話 可能會先賦予考頭警告 不過勸大家都是謎仔的 好,明白了 謝謝你,楊主席 我知道的確有點麻煩 不過我建議大家 如果下次玩無人機的時候 先上去民航處的網站檢查 看看那裡是不是禁飛驅 以免觸犯法例 無人機有拍片功能 不過也不及手機的普及 以下的意外,全因為拍片而起 而且畫面還是觸目驚心 今年8月1號 危地馬拉有四位年輕人 走上一棟兩層高的民房屋頂 打算跳舞拍片 他們原本都很開心、很投入 想都沒想到 他們身處的地方,原來是危機四伏 非常可怕,致命的一刻,瞬間發生 白衣少女拿出手機自拍 15歲的紅衣少女阿托拉 沒有手機,只是舞動身體 隨著他們的舞步走位 阿托拉漸漸移動到屋頂邊緣 這個時候,她距離屋頂外 懸掛的高壓電纜是相當接近 不過她背對電纜 完全沒有留意到危機迫近 阿托拉意外觸碰到高壓電纜 隨即被嚴重電擊 頭頸卡住在電纜,整個人沒煙 幾秒之後伸手分離,墮地死亡 原來是可以這麼近的嗎? 就是電纜吧? 其實這個少女慘死的畫面很震驚 我們問一個專家 高壓電電纜的電壓 可以由幾萬伏特至幾十萬伏特 高壓觸電有可能會令到身體燒焦 內臟受損,甚至骨折 不過這次伸手二串的意外比較罕見 這次的危地馬拉雷高壓電纜 實在跟民居的距離太近了 不過先說香港的法例 其實香港的高壓電纜 九米的範圍之內都是禁區 基本上不會有人或物件 可以進入這個範圍 所以香港市民會碰到 高壓電纜的機會率近乎零 好,現在休息一會,稍後回來見 一位女士正在橫過積滿水的馬路 誰知她一腳踏落水,即時倒地 到底她踩中什麼? 有名男童一瞬間被路邊渠蓋 炸到飛起再跌落地下 究竟上一秒發生什麼事? 留意一會兒,瞬間直擊半小時 回到瞬間直擊半小時 我記得你曾經說過的金句 就是有早知道沒有寶寶 對的,東西是預計不到的 就好像意外是意料之外 以及無處不在 其實我完全不同意 因為我覺得意外是可以提防和避免的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人為的疏忽 所以我經常跟女兒說 小心…她覺得我很煩 要最小心就是日後 看見像爸爸那樣外形的男人 最要提防吧? 一定要 不過以下這個驚險瞬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方法避免呢? 在土耳其依之物耳 一位女士準備橫過這條積滿水的馬路 她怎麼也想不到將會踏上不歸路 女士一腳踏下水,隨即倒地 一名男子好心走過去相救 誰知道這一線 連男子也馬上倒地,失去知覺 再看一次這麼恐怖的意外 是怎麼發生的呢? 女士踏出積滿雨水的馬路 一瞬間倒下 男子觸碰她,亦即時躺下 前後幾秒就令兩個人失去意識 其他徒人見葬都不明所以 黑三先生站在水壇邊 很小心地伸手碰一下男子的鞋 她即時彈開 他們意識到兩人是因為觸電 瞬間被奪去性命 這絕對是瞬間致死的意外 兩人就相繼倒地 送菸之後,兩人都是證實死亡的 這個悲劇真是一觸即弊 對,首先這位二十三歲的女士 雙腳踏在積水裡 裡面有外露的電線 所以她是觸電的 接著她的朋友想雙手再救她出來 整個人入了積水,所以她也觸電 唯獨是這位黑色衣服的男士 沒有觸電的 因為她在積水邊 和她一碰到受害者就立刻彈開 所以她就是沒有觸電的 絕對是出於善良和自然的反應 如果我看到你跌倒了 我一定會扶你起來 不會無緣無故再伸到你一腳踩你一腳 有可能的 但若然你是觸電的話 我真的不可能知道 而且如果你觸電的話 我有什麼方法? 我真的有很多很多問題 在這個時間,這個瞬間 交給專家跟我們講解一下 李博士,其實看這段影片 有沒有辦法可以知道 當時人是因為觸電而暈倒? 看不到的 因為電,我們又聞不到,又聽不到 但最慘的是我們摸的時候 你就會有機會觸電 那有什麼工具可以測試? 有的,我們叫不是接觸式的感應試電筆 正常情況之下,它沒有聲音,什麼都沒有 但如果有電的話,它就會響 一按按鈕,有電,是不是? 一關,沒有電,它就不會響 這支感應試電筆 其實那個人無緣無故不會有電 我們有理由相信 就是他附近應該有一些大電體 這些大電體又露出來,又接觸到水 於是水就變成了一個導電體 所以水裡面就是大電 當人一踩進去的時候 因為水本身有電 你一踩進去就接觸到它 它就正如我們摸到一條外露的大電電線一樣 你的身體就有機會被電墊 其實那兩個徒人 是否因為觸電的電流太大 而導致死亡呢? 當有足夠大的電流流經人體 就會令到我們的心臟… 在產生的情況叫做心室煎動 你就在那裡震… 但它擠不到血出來 震動的頻率可以達到三百 甚至沒有上千下 當它擠不到血出來 就好像我們死於心臟停止跳動 但實際上它的心跳是沒有停止到的 謝謝李博士 根據土耳其的媒體報道 其實事發地點每天有幾千人走過 不過電力公司和有關當局 竟然沒有修復一些外露的電線 所以一落大雨水浸一觸即發 導致了這次的悲劇 都說要小心, 都說是人為的 回到香港 有觀眾就報料 在柴灣有一個交通燈的電製箱 懷疑有工作人員開了 忘記關門 剛巧那幾天又下雨 所以人們怕會觸電 我們問了專家 其實裡面有很多大電體 例如螺絲的位置 電製的… 閃口 閃口位置 這些千萬不要碰 一碰就會觸電 好, 到底這個交通燈的控制箱 電壓是多少呢? 是市電的220, 即是怎樣? 是會電死人的 所以看到你真的要閃開 另外, 專家要提醒你的橫皮 因為我見過你 看到水灘突然踏下去 真的不好, 千萬不要這樣做 行了, 我要收回我的童真 剛巧說到電 之前的裝修師傅上來我家做裝修 他看見我換電燈膽 不要只關鍵, 一定要關上總鍵 因為電燈膽的電線有時候會鬆 也會有機會觸電 給你一個提示 終於那句, 不怕一文字 怕萬一, 大家又特別聰明 只要以下這個瞬間 你有沒有見過, 你在什麼現場 是不是你拍的影片 還是你在的士上呢? 是你叫的 在東沖的馬路上 一輛單車尾駛市區的士 看起來也很正常 但是車禍即將在下一秒發生 單車手突然加速踩快兩腳 誰知道的士突然殺劑 單車手向前衝 撞到車尾的玻璃裡 玻璃爆炸式粉碎 我們再看一次 原來的士是因為轉燈煞停 所以單車收制不及 單車手整個人撞到的士車尾 玻璃大幅碎裂 單車手起床檢查一下自己 幸好沒穿沒爛, 大埔纜過 反而的士更傷 這個單車手的頭也夠硬 我懷疑他的頭是練過駕駛舞 他的身體沒有任何受傷 荷包比較傷 大老先生, 你經常撞人 你覺得他要賠多少錢? 我不用肩膀撞到你, 車我不敢 據我所知, 車尾玻璃大概2000至6000 不過一撞就破壞了 是時候要問問專家 這次請來工具達人澤Sir幫忙 他在車場安排了私家車 模擬的士被單車撞車尾玻璃的情況 我們用頭盔套住保齡球 然後掛在吊臂車的鐵鏈上 再撞向車尾玻璃 情況就像單車手的頭盔撞在的士車尾上 一樣, 第一次測試 這個位置, 放手 澤Sir, 玻璃沒有爛度 一條痕也沒有, 為什麼? 正常, 強化玻璃並不容易打爛 我們嘗試用力一點 好, 遠一點 好 夠了 好, 球嗎? 又不爛, 澤Sir 當然了, 頭盔我是保護頭的 這邊其實很光滑 而且本身的物料非常軟 所以撞下去的時候 很難才撞得難 那為什麼這條片的玻璃會破壞? 看這條片的時候 角度是在後面的 它身上的東西實際是看不到的 例如像我那樣, 這麼多裝備 不排除可能有些硬物 或者有時候玻璃是會老化的 當它撞到脆弱點的時候 爆是絕對不出奇的 這條片的玻璃爆了 後面的乘客就很容易戒傷了 不用太擔心 強化玻璃的特性 當它爆裂的時候 會變成很小顆的玻璃珠 當它散落滿地的時候 就不像一些沒有強化的玻璃 撞下來的時候 就像是刀一樣 謝謝澤Sir 謝謝澤Sir和Juliana 大家看到了 是要蓄意不斷撞幾下 才撞爆一塊玻璃 所以車主人不需要特別擔心 我們所有香港的私家車都是外地入口 所有登記的車輛都經過驗證 必須合乎規格 但有時候我們坐車或開車 看到前面擋風玻璃一塊石仔飛過來 都是裂的 不像剛才的車尾玻璃整個爆了 有觀眾就問 難道後面特別脆弱嗎? 不如請教一下專家 李博士 為什麼片中的玻璃一撞就碎? 其實頭玻璃和尾玻璃的抵禦能力 有點不同 車頭是雙浸的玻璃 以及底部有浸膠的底部 我們稱之為膠合的玻璃 它比較硬朗 所以如果車頭玻璃一撞的時候 它就會呈現像蜘蛛網一樣的裂痕 而車尾的玻璃 由於抵禦力又不同 所以這次你看到單車的時候 一撞尾玻璃的時間 因為它的頭盔、天頸 很大力地撞到它的玻璃 所以你看到尾玻璃一撞的時候 就很冷了 原來是這樣 但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為什麼單車手撞到玻璃都碎 也好像沒事一樣? 如果單車手一撞下去,它不碎 像牆壁一樣 它會傷害很大 所以反而它一撞的時候碎了 就射到力 你看到單車手好像沒有很大的受傷 今天謝謝博士 意外沒有人想看到 香港法例規定 每輛車必須買第三者保險 才可以行駛 去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 但是單車沒有規定要買第三者保險 代表這次單車手就算買了單車保險 也要保護自身、保護單車 就不會保護它撞到那天的士 所以這次單車手要自己吐出錢 吐?你是不是故意踢一下這個瞬間? 後來也只是吐 因為以下這個瞬間的意外 人有沒有事,你待會就會知道 但當你知道爆出來的是什麼 我覺得你有機會會吐 好 在雲南西雙板納,一名藍童貪玩 將點著的火柴 扔到渠蓋的納粒 就是這個橫皮的舉動 人是無法預計的意外 一瞬間 渠蓋連帶污水渠裡的淤泥 分辨一起爆出,藍童即時彈飛 再看一次 藍童將點著的火柴 扔到充滿沼氣的污水渠 導致沼氣爆炸 藍童被渠蓋和污衛物炸到飛起 還淺得一身都是 幸好,他即時起身 是沒什麼大礙的 看你的小朋友沒什麼大礙 沒什麼事,不過就全身都是… 不過其實他也不是蓄意玩事 只是玩渠而已 不過他最嚴重的就是玩火柴 他把火柴扔到渠裡 大家看到了,在這裡這樣扔下去 接著引致這次的爆炸 幸好他沒有受傷 不過回到家看見爸爸媽媽 不知道會不會受傷 或者不知道會不會周身事 但慶幸的人仍然在 還有一鬧 但他怎麼會猜到 渠下面的污衛物的爆炸力 是這麼驚人的呢 到底沼氣殺傷力有多強 先問問博士 博士,坑渠下面的沼氣 是否可以造成爆炸呢 為什麼會這樣 沼氣主要有甲圓和流化氣 甲圓很容易燃 會因應不同的沙井 它的含量最高可以達到60%至80% 所以你會看到它可以燒得著 或者爆得很厲害 那些沼氣是怎樣產生的 坑渠、沙井 下面有很多淤泥、薯皮 垃圾… 垃圾在那裡 因為坑渠下面的氧氣很低 是 細菌在這裡生存的時候 它們會進行一個驗氧的消化 還有發酵的作用 整個過程就會生產出這個沼氣 那有沒有一個實驗 是可以解釋這個爆炸的情況呢 有的, 今天有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準備了 這個小袋裡 其實是在製作一些 我們試驗室經常用的一些合成氣體 有5%的甲圓和2%的氢氣 小碗, 當作坑渠 這個當作是沙井 你試試濕一下這些番茄水 對, 我們先看看那個溫泥 對, 上來了… 上來了 很多了… 越來越多 上面這個溫泥是否也是氣體 對, 不過是剛才的空氣 主要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合成氣體 我們來試試 看到沒有? 只要有一個火種 這些二燃氣體, 沼氣就會燒 或者會爆, 是嗎? 燒杯這麼小, 也有一個火焰 你想想, 我們真正的沙井是很大的 積聚到的沼氣 或者是可燃燒的氣體是很多的 所以你會看到真的會爆出來 沼氣積聚有機會引致發生爆炸 其實在香港, 有沒有類似渠蓋 爆炸的意外呢? 有… 在今年4月29日 在九龍灣有渠蓋的爆炸事件 當時冒出了很多火花、白煙 現場消息指, 應該是電線槽 積聚了很多沼氣, 令到爆炸 幸好沒有人受傷 而今年3月14日新蒲江 也懷疑沼氣積聚發生了爆炸事件 令渠蓋彈起, 噴出了火舌 一名女子半邊頭髮燒焦, 手捕受傷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污水渠蓋 因為下面有機會有很多沼氣 為了方便渠墓人員的識別 其實設計上也有一點特別 大家看到一個小政府人格 這些就是污水渠蓋 當然了, 如果下次看到污水渠 怕, 有沼氣, 會不會爆炸? 不是…我們不是想製造恐慌 就是希望大家懂得識別 其實我們想製造一些知識 希望大家可以放在袋上 之前我們說了, 瞬間是0.36秒 其實這瞬間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什麼都做不到, 是嗎? 你做些什麼?眨眼可以嗎? 可以嗎? 打爛陣, 其實打爛陣也不行 打爛陣我也可以 是 當然, 我們的節目不是希望 嚇到你打爛陣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片段 大家引以為監, 就小心… 不要令意外再次發生 好, 明晚繼續, 瞬間直擊半小時 再見… 不離奇意外, 差點拿他命 究竟他煮什麼會養成大禍? 探望男童興奮蕩千秋, 越當越高 下廟中目驚心的慘劇瞬間發生 下日熱烈烈, 人人隨手拿著的小風扇 竟然暗藏危機 留意明晚, 瞬間直擊半小時 小便運對, 成在暗藏危機 遙遠了, 看到了